过境曹松惨死徐州 这让曹操万分心痛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徐州墓淘谦的大义 听说曹操的父亲曹松自长安返回路过徐州 身为徐州墓的淘谦 强称着带病的身躯打算亲自迎接 安排酒宴 以王公之旅迎接曹松 这让儿子很深纳闷 一届宦官之后为何能劳动父亲的大驾 再说了我们与曹操肃无往来 何必要吃以王公之礼 淘谦看得很透彻 一旦自己离去凭借几个儿子的才智 根本守不住这偌大的家业 所以他打算趁此机会 对曹操的父亲好好地亲近亲近 以便日后能够看在这份薄面化敌为由 可是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淘谦安排负责护送曹松的将领 居然建财起义 趁夜杀了曹松一家老小 卷着钱财而去 这让淘谦顿绝大获临头 可是老大却天真的以为 能够追拿逃走的凶犯弥补一二 看得淘谦直喊幼稚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您看我负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负我 这话谁说的 曹松 你现在知道他是何等人了吗 儿啊 徐州大难临头了 父亲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违京之际 和解已无可能 只有召集所有兵马 回防徐州准备迎敌 此时陶谦展现了他的大智慧 要求分别派人前往冀州的袁绍 南洋的袁术 幽州的公孙瓒 请求派兵支援 因为徐州距离各处只有五日的路程 如果曹操大军来袭 各地诸侯肯定不愿做看徐州被曹操的去 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拦 这就间接地给了徐州一喘息之机 为此 他还许下众默 谁能劝退曹操退兵 化干戈为玉伯 我淘谦 愿意每年向他们敬送 消息很快传到了衍州 曹人哭得泪眼朦胧 不知所措 把目光看向了军师 希望他能够劝解 徐玉却觉得火候还未到 可是众将们听闻噩耗 纷纷要求前往征脚五凤山的贼人张凯 但是徐玉却认为这幕后的主使就是徐州木陶谦 虽然曹操的父亲死了 应当悲痛 可是对于曹操来说也是一件大喜事 他们有了充足的借口出兵徐州 这也恰恰地说出了曹操的心声 但是这件事 唯独他曹操不能自己说出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